各位,大家好,我是Soyan 说到韩庄,大家第一个想要就是雪花秀 但是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和广告 相信节目人看到眼都花了 今天欧妮带你看韩庄第一期 就选了人气最高和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品牌 雪花秀 来为大家系统总结和分析雪花秀的各系列产品 为了更好的了解品牌和取材 我来到了首尔东大门现代免税店的七楼雪花秀专柜 记住是七楼而不是十二楼哦 雪花秀作为韩国最高档级别的牌子 原料都来自于韩方药材 天然不刺激当然是自然的 然而化妆品基本都有一种淡淡的药味 因为是韩国的代表牌子 所以基本家喻户晓 大家来韩国旅游后 想给亲戚朋友送礼物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它 因此在护肤品和彩妆两个大分类中 相比起送礼难度比较大的彩妆 今天将集中介绍护肤品积累 看完这一篇对号入座 你就知道要买什么了 截止到目前为止 在雪花秀免税店能买到的护肤品 除了男士系列 共有五个系列 1.小黄帽 20岁到30岁的基础护肤 润脂换活系列 2.小粉瓶 25岁抗糖抗衰老 血液化系列 3.人参 25岁到30岁的初抗老护肤 资营生人参系列 4.小子瓶 35岁以上抗衰老 觅食真金系列 5.小白瓶 美白 滋银雪银系列 那么第一个问题 动力 我刚开始介绍护肤品 我应该学习什么呢 这问题基本上是20出头的姐妹们的烦恼 我第一次来韩国的时候 我也想了很久 如果没有衰老 多多的肌肤问题的话 我推进雪花秀的小黄帽系列 雪花秀最火的小黄帽精华乳 除了新版本 都在铺天盖地的卖广告 这个系列虽然也有抗衰老的功能 但是最重要的是通过补水 保湿等基础调理 强调帮你找回肌肤的健康 第二个问题 我虽然20多岁 但是想提前抗老 将肌肤锁在最好的时期 那么我应该学什么呢 雪花秀新出的粉粉嫩嫩的系列 就是针对这些人群的 相信抗老化得从抗糖开始的理论 很多姐妹们都知道了 所以提取了梅花的抗氧化成分的粉色系列 就是针对20岁女性抗糖抗氧化需求的 比起小黄帽系列多了功能 但是又不需要人生系列那么补 第三个问题 到了20岁中后期 我应该如何抗初老 其实这也是我的问题 最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熬夜 或者是看屏幕太久 大家可以看到我眼睛底下也出现了小细纹 所以我得赶紧更换一下我的抗肤产品 进入抗衰老阶段 雪花秀抗衰老最出名的就是人生系列 这是专门针对20岁中后期和30家姐妹们的抗初老需求 导姑还特意提醒我 如果是20岁的细纹 可能是因为皮肤干燥所导致的 但是因为我之前也使用过补水滋养型的眼霜 我得加大力度拯救一下我眼底就用小细纹了 所以我也入手了他们家的眼霜 视频后将分享我的使用后期不要走开哦 那当然是小细纹最高端的贵妇线产品 小细纹 提取来自赤松的换活成分 因此营养精华最浓 抗衰能力最强 烦老还童效果最明显 所以当然价格也是最高的 是因为是个大补药 所以涂抹之后会有重量感 比较适合秋冬和晚间使用 当然它虽然适合所有肌肤类型 但是如果您是油皮的话 白天就不要碰它了 第五个问题 我怎么晒这么黑 我要怎么样才能变白呢 那么我不许你不知道雪花秀的 换白精华露 我身边的朋友都说有换皮的效果 黄黑皮强推 它整个系列是使用白身的提取物 对于美白和改善暗沉都有很好的效果 最后来总结一下雪花秀的五个系列 最后其实根据年龄来判断自己需要什么护肤品 并不是很准 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 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产品 如果你也使用过雪花秀的产品 欢迎在底下留言 我们一起讨论一下吧 我们下期再见 安妞 因为我要拯救我眼底的细纹 我研究了一下雪花秀的四类眼部产品 它们分别是紫色贵妇系列的眼部精华和眼霜 人参系列和基础系列 我身后发现呀紫色贵妇系列的比较厚重 我怕不过头生成脂肪力 所以怕死 基础系列的虽然清爽 但是效果而言救不了我 于是我入手了人参系列 这个闻起来有淡淡的人参味 眼霜有固定的涂抹技巧 在使用脸部精华后分别点三点 用无明指涂抹均匀 由内向外按摩 然后手指剩余的眼霜 可以沿鼻梁往上按摩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